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这个稀土的催化 还牵涉到汽车或机车里面排放的废气的进化 或者是把排出来的有毒的废气转换成没有毒性的气体的分子 这里面稀土的氧化物主要的扮演的催化剂的角色 其实主要是像蓝、Neudemium跟蒲 这些最主要的是这几个元素 我们看一下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很多的钙太矿的 刚刚讲过Krobsky的稀土的化合物 那这些在汽车的触媒转换器里面 都是最主要的catalyst 当然最早的汽车触媒转换器是用贵金属 是用钵、钵、Rodium这些贵的金属 甚至有些金属,稀有的金属 它比黄金还贵 那利用这些来转换废气里面有毒的气体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废气里面的组成 C-O 或者是N-O 还有SO2 石油里面含流量高的石油 其实它需要更多的纯化 那因为硫它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会造成酸雨之类的 如果有流排到大气里面 当然对整个环境是很不好 所以在汽车的废气里面 主要有毒的气体是这些 像C-O 氧化碳 或者是像NO2 NO NOx 这样子的 我们叫做nitrogen oxide 还有SiO2 那用催化剂 基硫氧化剂来进化的目的呢 是要把这个CO 还有碳性化合物呢 比如说像CO 转换成CO2 很多的碳性化合物 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水 然后 nitrogen oxide 把它还原成N2 那这里面呢 都是需要这个 C-Rim oxide 就是CO2 来当作这个催化剂 刚刚我们讲过 就是传统的 汽车的触媒转化器里面 它其实需要的是PT Rodium 这些贵重的金属 这是传统的 那当然它的价格 非常非常的贵 如果我们用稀土的这些 这几个 像C-Rium的 这个Prosky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 氧化氏跟氧化钢的 固溶体 那或者是这些 蓝还有氏的Prosky 它就可以 有效地去取代这些 昂贵的 这些触媒转化器里面的 贵金属的成分 最近呢 奈米的光触媒 像二氧化钛 二氧化钛 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 这个Polymos Anitase的TiO2 它是做奈米光触媒的 最重要的原料 那有人发觉就是 把稀土的离子 把它implant到这些 二氧化钛奈米光触媒里面 可以提升它触媒的活性 所以这个也是 目前在文献上 我们可以看到 有相关的这个研究 那米光触媒 如果我们把它 做在瓷砖上面 贴在这个建筑物的 外面的墙壁 它可以 自洁的作用 它可以有 Self Cleaning 它有自洁的功能 叫Self Cleaning 所以这里面 除了Anitase的TiO2之外 稀土离子 其实扮演很重要的 一个角色 它也是跟催化相关的 尤其在这个 汽车的引擎里面 汽车的废弃 其实是空气污染 主要的这个原因 所以一般来讲 汽车的汽油跟柴油的引擎 基本上是不同的 它的操作的原理是不同 了解了这个之后 你才能够了解 这些汽车 使用汽油跟柴油 排出来的污染物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柴油的价格 一般来比汽油还要低 但是不管你用汽油 或柴油的引擎 它都是要经过几个 固定的process 比如说汽油 它需要进气 然后把汽油 在这个carburetor里面 把它气化 空气跟汽油 混合了之后 再点火 再压缩 然后让它产生 在引擎里面燃烧 产生爆炸 汽油引擎的热效率 大概25%到30% 其实是不高的 基本上它使用的就是 把汽油经过燃烧之后 当然会产生一些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产物 那 汽油引擎的转速到7500转 是相当相当高 汽油的温度高 跟柴油来讲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柴油基本上是把 柴油本身把它压缩 点火 所以柴油引擎 跟汽油引擎 基本操作的原理是不同的 一般来讲我们会认为 柴油的引擎 它的污染性比较高 但是有些人不认为 柴油引擎的污染性比较高 那 这个柴油引擎 它基本上是把柴油 pump进去之后 直接压缩 点火 跟汽油 你需要有这个 油跟汽的比例 要固定的比例 进到引擎室里面去燃烧 那才能产生动力 所以柴油引擎基本上是 跟这个不同 它的热效率呢 比汽油引擎高 大概35到50个percent左右 那转速稍微低 大概只有4500转左右 柴油引擎出来的 废气的温度比较低 那整个柴油引擎的重量 比较重 你肉汽加油站去买油 一般来讲柴油的 价格比汽油稍低一点 那这两种引擎基本上呢 它是 操作的原理呢 是不同的 非常非常特别的是 柴油引擎 它是不用火星晒点火的系统 它是直接把柴油压缩 所以第一手的engine呢 它完全靠这个压缩 产生的高温 来点燃柴油 一般来讲柴油的燃点呢 会比汽油来的高一点 所以 这两种engine 基本上最大的差别是 柴油引擎它比较重 它必须要能够承受 比较高的压力 因为它是靠着压缩 产生的高温呢 来点火 所以一般来讲柴油引擎笨重 它的热效率呢 比较差一点 大致上看一下就可以 那这两种引擎呢 因为它们产生的 这个操作条件不同 产生的排放呢 像柴油引擎的CO2的排放 比较少 汽油引擎的CO2排放呢 比较高 那如果跟汽油引擎比起来 它的CO2排放可以少到20% 30% 它的CO的排放呢 可以少76% 所以很多人 会有一个观念认为 财油引擎污染比较高 其实不一定 如果从这个数据看起来的话 其实汽油的引擎 排出来的这些CO2 其实比财油的引擎 要来得更多 来得更多 只是财油引擎里面 它如果燃烧不完全 会有一些size比较大的 这个particle 其实对空气污染 是比较严重的 但如果说从CO2 CO的排放量来看 并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看得到 其实我们像 环保署 对这个空气排放的标准 其实在台湾来讲 是全世界 也算是非常严格的 就是我们对 汽机车的排放 排放出来的废气的要求 设定的标准 在全世界来讲 是非常严格 那一般来讲 这个财油引擎价格 是比汽油引擎要来得贵的 那财油车呢 它的燃料费 其实是比汽油车要来得省 那我们看一下 这些有害的这个废气 那基本上跟这些稀土的催化剂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一般来讲 用稀土像氏 氟 或者是蓝 当作催化剂的呢 当然是要把CO转成CO2 或碳性化物转成水 主要是扮演这些功能 那这里面PropSky 或者是Spinnel的氧化物 其实是最重要的 它是Spinnel或者是PropSky Rare Earth 主要的催化剂是这一些 另外像这个CO2 我们晓得C1呢 它有四架跟三架 所以它有Redux的这个功能 因为它有氧化还原的这个特性 那通常它可以借由氧化还原的反应 把这个CO 或者Hydrocarbon 或者Nation Oxide 转换成这些 害处比较低的 这三个产物 那你说CO2其实也是温室气体 那你燃烧废死的燃料 就是这个化石燃料 就一定会产生CO2 这对环境的冲击是一定的 但是CO2至少不像CO呢 对环境的污染呢 那么重 好 所以这些稀土 如果我们把它做成这个催化剂 尤其是稀土的陶瓷 当作一个载体的话呢 那基本上它就可以 在汽车的这个废气的处理上面 扮演重要的一个角色 好 底下这两个反应 是我们在汽车的废气里面 它排放的废气里面 最主要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碳性的化合物 这个叫Hydrocarbon的 这些排放出来的化合物 那一般来讲 我们会把它用氧化的反应 转换成CO2 虽然它是温室的气体 那可是毒性 有比较小一点 那当然对环境的热污染 还是一样的严重 那Hydrocarbon呢 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CO2跟水 如果你有NO 你用氧化的反应呢 可以变成CO2跟Nitrogen 碳性化物跟NO 产生反应之后 可以产生这个Nitrogen CO2 这个NO呢 也可以产生Nitrogen 另外像如果有ammonia产生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 其实这是氧化的反应 转换成N2跟H2 以上这六个反应 通通是催化剂 尤其在汽车触媒转化剂里面 催化剂呢 它所牵涉到的 Oxidation的Reaction 这部分跟化学呢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 其实 汽车的制造厂里面 为了 触媒转化器 它所使用的催化剂 其实投下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力 去做这方面的研发 那像这个还原的反应呢 比如说你有NO 它把它还原成N2 Nitrogen Oxide呢 它把它转换成H2O呢 把它变成这个 还原成这个H2 所以把所有的这些汽车引擎排放出来的废气 经过转化以后呢 就是CO2 N2 H2O 甚至有一些是Hydrogen 那这些当然对环境的冲击 比较小一点 当然我们知道CO2它是温室气体 一样的 对温室的效应呢 它还是有一些贡献 好 所以 这一些反应呢 其实就是利用这个触媒来转换汽车排放的这个废气呢 最重要的反应 刚刚讲过就是 其实我们在国内对所有的汽车车的排放 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我们目前使用的叫做四企的法规 这个是2008年之后呢 开始实施的 你去做汽车的检验的时候呢 第一个它看你的排放的废气 比如说小客车来讲呢 像CO 它会验碳性化物 跟CO 验这个N2O 主要是这些 那这个是车子在行进的时候 它做的这个检测 那如果你车子行在那边呢 把引擎打开 它会测定这些 就这些 所以在这个怠速的时候 这个引擎在转动的时候 它做了测试 1.2%的CO 还有这个hydrocarbon呢 不得高于这个220 这是我们使用车 旧车呢 它的检验的标准 如果你是新车 它的要求更高 像这个CO呢 它只允许新车出厂了 0.5%的CO 到了hydrocarbon呢 100个ppm 所以这个标准 在全世界来讲 都是属于很严格的这个标准 那这边呢 是汽车的 汽车的这个标准 所以它检验的是 hydrocarbon跟CO 主要这两个 那新车还有加了这个 这个hydrocarbon的这个检验 好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 这些燃烧汽油 或柴油的这些车辆 它其实这个废气 对环境的污染呢 还是主要是这两大类 当然你要把hydrocarbon加进去呢 也是其中的一样 好 所以我们看到的 这些汽车废气的 触媒的转化器 它其实有一些载体 这个载体呢 通常我们会把它做成蜂巢状的 或是各式各样不同的形状 这是圆柱的 这个蜂巢状的 这样的形状 它是一个载体 所以它是一个support 它当然是 这是我们人工合成的 这个陶瓷的载体 载体上面呢 它就涂了这个活性的涂层在上面 那这个我们叫做第二层的载体 那这个活性的涂层呢 主要是铝氧化物 被氧化氏 是稀土 还有这个氧化道 它所组成的 然后呢 活性的成分 再次贵金属 像巴 薄 还有老 这些金属 那像这个lodium 都比黄金还贵 所以这些都是活性的成分 就是要把这些气体呢 有毒的把它转化成 毒性低的 或对环境比较 没有害的这个气体 它所用的这个贵重金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汽车 废气 经过触媒转化器处理之后呢 因为触媒的转化器 还是基本上需要这些 最主要的这个component 这些主要的这个component 像巴 Palladium 像这个PT 像Rodium 这些贵重的金属 其实这些都是 触媒转化器里面 最基本的结构 所以第一个 它这个载体呢 它有一次的载体 二次的载体就是 Coating 这Coating里面 它就会用到 氧化氏 尤其是氏跟钩呢 它的固容体 那主要的好处是 这些陶瓷 它其实是 可以耐高温 它可以做成 各式各样不同的形状 或者是甚至粒镜 都可以做得到 那真正昂贵的是 这些活性的成分 那这些成分像 Palladium PT或者Rodium 这些都是最主要的 这个贵金属 好 那这个汽车 这个触媒的转化器里面 用来 捷径这些废弃的 主要的稀土的氧化物呢 是CO2 跟氧化仪 它当作第二次的载体 那好处就是 我们使用这些吹化剂 可以扮演吹化的作用 或者是助吹化剂的作用 然后降低贵金属的使用量 那还能够达到这个 这个 这个 废弃 洁净的这个效果 好 所以这些 吹化剂的载体的性能 基本上都需要 除了载体外 它还要经过二次的这个 这个coating 那CO2当然是最主要的 另外像这个CO2另外一个功能呢 就是它可以在三架跟四架之间转换 你要把三架的氧加进去以后 所以它可以调节氧的含量 它事实上是有 Oxygen Storage的能力 这是三架跟四架之间最大的区别 换句话说 它的功能呢 一方面它也扮演Oxygen Storage的这个能力 所以对调节氧的浓度 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换句话说 你需要氧的时候呢 它可以把氧提供出来 把CO转成CO2 或者是Hydrocarbon转成CO2跟水 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那催化剂的抗毒能力 也可以藉由这个稀土去产生 比如说现在废气里面有硫 瘤对催化剂 比如说瘤跟白金 瘤跟这个老或者是疤这些 它都是poison 它就是毒药 那所以基本上 可以藉由这些稀土的催化剂呢 先把瘤 比如说你有瘤的话 它可以利用这个CO2 把它转换成硫酸4 就可以利用这个化学反应呢 把硫除掉 那这个硫就不会去毒化这些贵重的金属 所以它扮演这些功能 好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触媒转化器里面呢 其实它有几个主要的component 稀土的金属 包括稀土的氧化物 另外它有一些减土金属 还有固度金属的氧化物呢 这些是这个复合型的催化剂里面 主要的组成 这里面当然它气色飞气 它基本上要能耐高温 它必须要有thermal stability 第二个 氧气的储存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氧在这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抗中毒的能力 如果你有硫或其他一些非金属的元素呢 会让这些贵金属中毒 好 所以CO2基本上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看这个图里面呢 它就有很多像这个图 它显示的这是一个particle 那particle上面呢 它就有CO2 我们叫serial 它是CO2的 我们叫氏土 典型的稀土元素 它coating在这个particle上面 这个particle呢 在摆到这个蜂巢状的 汽车触媒的转化器 好 所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结构 可以把排放出来的废气呢 加以有效的这个转换 那所以这个 这个汽车触媒转化器 它有三个重要的功效 第一个当然就是 热稳定性也非常的高 Oxygen storage的能力 它可以储存 它可以把氧释放出来 另外呢 它可以让这些贵金属 不会中毒 所以这个叫做三效 就是三种不同功效的这个催化剂 那这个图啊 它其实显示的就是 CO2的这个nano particle上面 它是贵金属是金 那这个CO2呢 它吸附在金的原子上面 那CO2基本上这个nano particle的载体 它主要提供的这个氧跟这个peroxide 这两个species 可以把CO2 把CO呢 转化成CO2 好 所以 这是在汽车触媒转化器里面呢 我们除了使用贵重的金属 像金 白金 巴 然后CO呢 吸附在上面 吸附在上面的CO呢 它可以经由这些稀土的催化剂 把它转换成 从CO转换成这个CO2 所以实际上文献有这样子的研究 不过它的requirement是CO2呢 是nano particle 大概四到五个nano的这个尺寸 这样子这个尺寸 那这个go的cluster呢 其实它力竞更小 它形成一个cluster的时候呢 大概三到四个nano的尺寸 利用这样的一个装置 还有这个结构 基本上就可以把CO呢 转化成CO2 所以这个也是相当有效的一个 把CO转化成CO2的一个途径 好 所以在典型的汽车触媒的转换器里面呢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Muffler 在这个Exhaust System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叫做Catalytic 就是它可以把废气呢 有毒的废气呢 做这个TO 转换 它整个结构你可以看出来 它是有非常非常高的表面积 做成蜂巢状的或各式各样不同的形状 这些我们都可以一般看得到 所以我们如果把一个Catalytic Converter把它打开 事实上它里面的构造是这个样子 有人去回收这里面的白金 或者是8 Rodium 因为这些东西呢 这些金属价格比较贵 所以回收呢 其实成本是核算的 它会有一些利润 所以这个东西事实上是有人在回收 虽然它的量并不是非常非常大 但是有人在回收这些东西 好 所以最主要的 我们刚刚都已经叙述过 像CO Nitrogen Oxide 或者是碳氢化合物呢 我们经过进化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转换成 这些相对比较安全的 这些排放的这个气体 有些时候呢 载体 刚刚我们讲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铝细酸岩的载体 氧化铝 尤其是β的alumina 那叫做active的alumina 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 小的氧化铝的价格呢 便宜 那这些东西呢 是primary的载体 那如果我们可以把稀图转换成parobside的 比如说蓝 蒙 oxide 的 这个parobside的氧化物 113的氧化物呢 跟这个 gamma alumina 这个active的alumina呢 变成载体 上面呢 在coating的这些柜金属 做成一个催化剂 那这种催化剂其实效果非常好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用氧化银呢 取代传统的这些载体 蛮重要的一个催化剂 它使用的是一个 还有稀土蓝的 probside的这个催化剂 一样的在这样的催化剂里面呢 你一样要使用巴 才能达到这样的功用 我们前面都讲过了 基本上可以把这些 exhaust里面的这个 废气呢 把它转换成这些 相对比较安全的 这些气体 实际上它的产品呢 我们可以在市场上面看到 这样的一些产品 像这个叫Renta 它使用的其实是 有一部分是使用稀土的 这个catalyst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扮演了 主要的这个有毒气体 把它转换成CO2 H2O跟这个H2 这些气体呢 主要的这个角色 那其实像 这个是USGS的这个统计 像这些汽车的出门转化剂里面 用的催化剂 在美国来讲 一年有6000吨 其实这个数字 可能还不止每一年6000吨 这个6000吨是指稀土的产化物 当然主要的稀土是用氏 用蓝 用neudemium跟perzoidemium 这些主要的这个 这个automobile里面用的catalyst 好 底下这个其实是FCC的process里面 它所使用的这个稀土的产化物 一年大概有18000多吨 这个是美国的石化产业里面的使用量 稀土的催化剂在这两个领域 其实使用量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高 像在美国有非常非常多的汽车 每一台汽车都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它是很重要的一个application 这个施液图 其实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把这些hydrocarbon CO2 变成这些CO2 跟这个南氏拉塞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示意图